各位观众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要和各位讲 万安的庄严 这句话呀 我们常常到这个寺院 或者到大雄宝殿 那个浮箱里 前面 有一块拍子 是万的庄严 这句话用来参谈 是个佛菩萨 因为他们 修行圆磨了 所以一些道德 佛智慧 慈悲都具备了 万的庄严 我们看到那个佛像 佛像 佛在世的时候 他又选上二相 八十种好 他的相好 很特殊 所以要宣旗修佛会 不具修相好 要宣大五成七戒 他把他的佛会 修了五成了 要在一步奇迹啊 把他的这个相好 眼睛 耳朵 所以过去的佛像 头上有机 这眼睛 像灵花 这个灵 和庄严 让人看到欢喜 雄旗万子乡 舍骨细节 复途走路 他的旧都可以离开地下 险村 他有这个所谓 清佛人相 他就像 总是中种相好去做 因为这个相好去做 我们看到就很欢喜 人也是一样 你生得很帅 那庄严 人家欢喜 女孩子啊 讲美丽 这个世界要学美 这个美丽啊 是外在的 这个庄严 不管是美丽 它要有德 它要有智慧 德汇聚权 所以我们讲到美 默默又锐着美 外面神像 那可能是 不是很漂亮 不很美 不过他的 不过他的 不很 他的内性 也慈悲 有 这个对了 也有能与丸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人 很美丽 别人看到他 也不一定欢喜 所以我说 那个是妖精 和狐狸精 有的人不是很美丽 大家都很尊敬他 为什么 他有内在美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 能够求自己的内在美 就是具备有自己很好的良好的性格 平德 进而啊 对他求庄严 庄严就是 这个福德智慧 有心无心 都能让他感觉到我们 这个 尽到我们欢喜 所以这个 万德庄严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万德庄严 祝福你们